农历七月鬼门开禁忌是非常多 其中一个就是说不要打末班车 据说末班车营运的时间 是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的一点之间 是民族上引起最重的时候 容易有好兄弟跟着一起回家 但就算不是农历七月 打末班车还是会让人觉得害怕 而在北京就有一个 诡异的末班车都市传说 某天夜里一台三七五路线的末班车 从园林园开出去的时候 就出现了三个 深传清朝官服的乘客 是恶作罪吗 但都这么晚了 谁会这样子吓人呢 车上的乘客吓得赶快逃下车 没想到在隔天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辆公车竟然就这样 离奇的消失了 1995年11月深夜 一台末班车缓缓 从圆明园公车总站开出 然后呢 我记得在11月中的 北京天气是相当的寒冷 车上载了四个人 一对年轻的夫妻 一个老太太 还有一位年轻小货子 当然还有老司机跟车长小姐 公车司机一如往常的开着车子 冷嗖嗖的夜里 街道显得格外冷清 街道上非常的宁静 而且早期的北京 不像现在如此的繁华 你只能听到巴士的引擎声 跟外面的风声 而这样的气氛当中 被司机打破了 因为司机说 平常这个地点 一个人都没有 偏偏今天 怎么路上会有两个人在拦车 等一下 公车司机停下车子 两个乘客上车后 所有乘客吓得瞪搭双眼 哪里不对劲 那一上车之后 发现不是两位 他们两个人中间 其实还扛了一个人 奇怪的地方还不止这样 更诡异的是 因为所有乘客看到他们的服装的时候 吓到了 因为他们穿的是清朝的官服 然后车长小姐看到气氛非常加热就打破说 有可能就是在附近拍古装戏的 然后有可能喝酒喝多了 车长小姐试图缓和气氛 但车上乘客们魂都吓飞了 因为这三个人脸色惨白 面无表情 开了几站之后 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就下车了 就在那对夫妻下车后 车上就剩老太太跟年轻人 老太太开始坐不住了 再来 再开了几站之后 突然那位老太太 大声地对着前面的小伙子喊 你偷了我钱包 你这个小偷你偷了我钱包 我钱包丢了 年轻人一头雾水 遇上老太太的血口喷人 真的是有理说不清 一路从车上吵到车下 老太太就跟老师那个司机讲说 前面我记得有派出所 这边放我们下车 我要跟这个小伙子到派出所 找检查 找公安理论一下 不要去派出所吧 走啊 你没发现 刚才三个人有什么奇怪的 小伙子 我救了你的命 你知道刚刚上车的那三个人 没有脚 刚好在车上的时候有一阵风吹来 把他们的官服稍稍地 带起来一点点 我看到他们是没有脚的 所以我认定他们不是人 如果车上那三个人不是人 那会是什么 两个人是越想越害怕 赶紧去警局报案 当然警方受理报案之后 听到这些证词 觉得这个是无稽之憾 警方不以为意 但是隔天怪事发生了 那一班375末班车失踪了 那警方当然请了这些年轻小伙子 还有这位老太太过来协助办案 可是怎么样对都对不起来 发现更多疑点 公车怎么会凭空消失 最后这班公车终于被公安找到了 这个找到的地点 位于他们的路径 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命运水坝 这完全说不过去 跑了一整天的公车 在没有加油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办法开到距离 终点站那么远的地方 而且离奇的是 警方发现那班公车的时候 竟然发现车上有三个腐烂的尸体 刺激 车长小姐 还有一位身份不明 11月的北京又冷又干燥 遗体的腐烂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还有这第三具身份不明的遗体 它是谁 那警方也是百事不得其其 而且11月的北京那种天气 是非常的寒冷 即便在夏天 你尸体腐烂速度搞不好 还没那么快 最起码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轮廓 据说警方查阅了当时的路口监视器 却是完全没有拍到 这班公车的任何影像 种种不寻常的现象 令人毛骨悚然 奇怪明明进去之后 为什么没有公车再经过 因为它是经过了另外一个空间 从另外空间再出来 所以监视器才没有拍到 我们是不是有所谓的第三度空间 在这个第三度空间 可能我现在看到它的车子在这边 但是它这个第三度空间一打开的时候 它就跑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 那另外空间它可能那个地方 就是非常炎热 然后再从这一个被发现的 这个另外这个这个湖的里面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领域的第三点出来的出口 结果出口就是那个地方 检方只能说会不会是那个预谋犯案 就是有可能就杀人气死这样子 那个年轻夫妻老太太 还有那个小伙子 会不会搭上了一般不该搭的末班车 没有一种推测能够解释全部疑点 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 也让这个故事成为北京 最有名的都市传说 而就在台湾的阳明山 也有一个末班车 据说不是给人坐的 怎么回事 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个 就是阳明山的末班车 据说这帮末班车 不是搭载活人的 那一班是 就是专门开给那个搭的 最后一班不是给人搭的 司机什么每一站都会停 最早 应该说是文化大学学生传出来的吧 因为他们有时候为了要搭末班车下山 他们手伸出去 那公司车司机都面无表情的 这样就把车开过去 加上因为末班车没什么人搭 里面灯光又相当的昏暗 整辆车漆黑一片 没有开任何灯光 只有仪表板蓝光映在司机脸上 毫无血色 景象诡异 没有光线的车厢 却有黑影晃动 他心里一阵八毛 难道这是传说中不在人 只服务好兄弟的末班车 然后就慢慢被传出来说 有可能这一班公车是要搭载 在养的大道发生意外而亡的 那些亡魂下山 后面就有一些人 也开始慢慢说 他们好像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事情就越滚越大 甚至我自己也有去看过 没有错 因为末班车确实 他们搭人不多 公车也不可能打那么亮 因为打太亮它会影响到 他开车的视线会反光 各种传说会声会影 不在人的诡异末班车 是所有阳明学区的学生间 公认最惊悚的交通工具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他没有营运 所以说就是路线灯 室内灯 我们都会关起来 工作一天下来会累 就是比较没有笑容 这是真的 真相大白 原来很多的诡异事件 都是自己吓自己 还有人声称看到捷运车站 过了午夜 有穿清朝贯府的人 在后车区飘来飘去 也有人会声会影 结于某条线 是盖在乱葬缸上 大众交通工具闹鬼 永远最让人疯传惊恐 也因为大众运输工具 最贴近大家的生活 所以相关的都市传说 格外让人害怕 也或许这些传闻听听就好 上一段节目里 我们看到从圆明园出发的 诡异末班车 其实不止现在 就连古代也有不少的 礼仪传说 传说唐代宫殿里 其实是围隐闯闯 不止唐太宗李世民 在太极宫里 每晚都梦见贵婚 来向他所命 就连一代女皇武则天 也同样是夜不沉迭 原来为了求上位 武则天心狠手辣 杀人如花 但是他却非常的害怕猫 就算太极宫 低蛙潮湿 数倍痕心 他也下令在工业之内 任何人都不准咬猫 这又是为什么呢 唐宫吹起了阵阵阴风 难道是风水看雨上 出了问题吗 还是另有隐情呢 大陶王朝太极宫 后宫寝殿甘露殿 深夜里突然出现 神秘飘忽的黑影 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牵引一样 诡异之事 接二连三 请殿内 也不平静 女生 母娘 母娘 杀我的命满 王我的命满 杀我的命满 你是谁 我是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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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是 生生生生 来 扬 Diversity 怎么了 美娘 做噩梦了 噩梦 你梦见什么了 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我梦见 我梦见一只大黑猫 已是皇后的武则天 被吓得浑身发凉 这一夜 她再也无法入睡 尝我的意志 明儿一早 把宫里所有的猫都杀了 奴婢遵旨 快快 抓住它 快 宫里所有的猫 都被灭杀了 但鬼却越闹越凶 过世之前就骂这个武则天说 我来世要变成猫 然后你当老鼠 我一定要咬死你 抓到你要咬死你 到底是谁又为了什么 竟对武则天发下 如此恶狠的诅咒呢 这一切的源头正是来自 后宫珍宠的恩怨纠葛 武则天呢 在唐太宗驾宫之后呢 就入感业寺去修行 原本已经不可能再进入到后宫了 不过呢 他原先就和唐高宗李治的关系 感情都非常好 那所以呢 李治一直都没有忘记武则天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在感业寺优惠 王皇后知道了 非但没有大巴雷霆 反而主动开口 期望李治引武则天入宫 王皇后此举本想打破 唐高宗对萧淑妃的独宠 只是她万万料想不到 这无疑是引狼入室 根据旧堂书记载 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之后 想办法陷害王皇后跟萧淑妃 后来两人因此被废 被囚禁在后宫的一间密室 那对外只有一个小洞 来传递食物 武则天清云直上 背力为后 这也意味着 曾与他争宠的王皇后萧淑妃 从此堕入黑暗的万丈深渊 一天唐高宗意起了往日旧情 他前去探望许久未见的 王皇后与萧淑妃 真的是皇上 皇上 不如这样 你为臣妾和淑妃 择一处宫殿改叫回心院 臣妾和淑妃 一定会改过自信的 请皇上相信臣妾好吗 我这天就实行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手段 对付他们 叫做古罪 我没有 你来世我变成猫 你变成老鼠 我先要你的喉咙 小水 你敢诅咒皇后 想你死得很难堪 你懂吗 来人 再犯 你这个贱旨 还有王室 把这两人的手脚 都给我剁了 给皇后娘娘请安了 事情办得如何 回娘娘 萧淑妃已经被放到酒坛里面了 酒坛放在上阳宫很隐蔽的地方 切记 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绝不能让她死了 娘娘放心 武则天用酒瓮永远封住了情敌 却为他打开了噩梦的开关 住在地势迪洼的太极宫里 渐渐的在大白天 武则天竟也能撞见 床床归影 一般来讲的话 低洼的地方 如果说是潮湿 风就不容易吹进去 那么第一个会有藏力之气 也就是说她的通风比较不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睡眠什么都会影响 逃离太极宫 搬往临近的大明宫 似乎成了武则天躲避鬼魅的唯一方法 对大明宫进行大规模扩建 扩建之后一度更名为蓬莱宫 不过最后仍然还是改为原来的大明宫 此后234年 大明宫一直是大唐王朝政令中心 刚建好的大明宫成了武则天的避风港 而重建之时 对于风水勘于的重视 似乎为武则天日后的崛起 埋下伏笔 他所处的位置在风水学上 被称为九五之地 宫城 皇城 外国 平行排列 象征着北极星 紫围园跟群星环绕 而大明宫本身还分为前宫跟后宫 后宫是以人工职 太夜池为中心而部件 从风水学来看 水代表女性出头天 武则天一步一步 踏向他万人之上的权力顶端 大明宫的风水加上长安的地形水势加持 难道都成了他的制胜密码吗 那么总共有八条水系 水的话一般人认为是女性 其实应该是在他的山的部分 本来有九座山 那么八卦有八个方位 那么在东西南的那个方位 有两座山 那西南代表是昆卦 是指女性 那西北是前卦 前卦是指男性 所以说呢 他比较有利于女性 是因为他的昆卦 在西南的那个方位 这山有两座 这是在大明宫 武则天风声水起 但他的梦魇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 他经常被吓得魂飞魄散 阿宝 你是不是也看见鬼了 回娘娘的话 奴才没看见 只是听说 有一个女鬼 张着猫脸 喵喵乱叫 欠人就咬 难道是他 他怎么又来了 他就跟唐高中长居洛阳 很少回到长安 我都水起码 外国人也知道 被钓被钓被钓被铓 电话 就好像 他钓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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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塗